大家好,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防晒30加和50加有什么区别 防晒一般用于防紫外线的照射 防晒黑晒伤 防晒产品中的SPF素质就是皮肤抵挡紫外线的时间倍数 SPF指数越高,防晒时间就越长 防晒上的SPF30防晒时间为300分钟 SPF50防晒时间为500分钟 但是防晒产品指数越高的往往含大量物理和化学防晒剂 所以在选择防晒指数时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所处的环境和时间的长短来进行选择 是最好的